同學 我們現在要介紹絕對值 什麼叫絕對值 什麼叫絕對值 來 請看這邊 絕對值它的意思是說 在數線上表示一個數 表示一個數 這個數怎樣 跟的點 這個數的點跟哪一個 注意同學 跟遠點的距離 跟遠的距離就稱為絕對值 在數線上有個點 這個點跟遠點的距離 我們就稱為絕對值 那就是絕對值的是什麼東西 絕對值的是什麼東西 就是跟遠點的什麼 距離 來 同學 距離有沒有負的 距離有沒有負的 沒有 距離沒有負的喔 為什麼 比如說高雄到台北 距離呢 距離呢 370公里 那你有沒有聽人家說 台北到高雄 負的370公里 有沒有這樣說法 沒有 同學 沒有 為什麼 因為距離呢 一般呢 只講什麼數 只講勝數 我加到你加5公里 那你加到我加咧 當然也是5公里吧 有沒有可能是負5公里 不可能吧 所以咧 絕對值講的是距離 那距離講的是什麼 一定是什麼數 距離講的一定是正數 所以咧 我們就說咧 絕對值出來的數咧 一定是什麼數 一定是正數 注意喔 同學 講的是距離 距離沒有負的 那絕對值呢 用什麼符號表示 用這個符號 很像11的符號 可是咧 我們這兩個要拉長 要拉長 比如說我說咧 V點這個數咧 在哪裡 它在負4的位置 V點這個數 在負4的位置 那求你 V點到遠點距離怎麼表示 V點到遠點距離怎麼表示 那我們就說咧 要這樣表示 絕對值負4 這句話講的就是什麼 負4這個點到遠點的什麼 距離的距離 那距離咧 沒有負的 所以咧 這樣表示什麼 出來一定是什麼數 一定是正數 正了多少 4 那也就是說咧 只要是絕對值 裡面出來的任何一個數咧 一定都是什麼 都是正數 一定都是正數 為什麼 絕對值講的是什麼數 絕對值講的是距離 距離沒有負數 距離一定是正數 那像A A是在3的位置 那求你 A到遠點的距離多少 A到遠點我可以這樣寫 A到遠點的距離 距離是絕對值3 絕對值3出來多少 那還是什麼 還是正3 注意喔 絕對值負4出來咧 正4 絕對值3出來咧 正3 他們都是什麼數 都是正數 注意同學 絕對值出來咧 都是正數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給它距離說咧 絕對值出來的數咧 沒有負數 任何一個數加上絕對值自己 加上絕對值以後咧 都是什麼數 都是正數 任何一個數加上絕對值以後咧 都是正數 那請問你 這裡一個數A 如果它是一個負數咧 它是一個負數 那A這個點 比如說這裡是A 這個點是A A是負2 那A這個點的絕對值應該代表多少 A這個點到原體的距離 怎麼表示 絕對值出來應該是什麼數 正數吧 那我可以說呢 A出來的正數 直接寫這樣可以嗎 可不可以 不行喔 為什麼不行 因為本身A是負的 你這邊前面加個正號 出來變什麼 A本身是負的 你前面加個正號 用符號法則 正負等負 哇慘了 絕對出來變成負數咧 那怎麼辦 所以咧 我們這樣給它定義說咧 萬一說 這個數它本身是個負數的話咧 我絕對值出來怎麼辦 絕對值出來怎麼辦 不可以寫正A 絕對值A出來要寫什麼 負A 為什麼 同學 為什麼要寫負A 因為這個A本身是個負數 A本身是個負數 那變什麼 負負得什麼 負負得正 出來還是正數 震出來還是正數